歡迎大家回到科技雜碎網台版PartB 我們PartB會集中在一些遊戲新聞 我們都會循規說一些新遊戲的情報 或者是一些遊戲界的新聞 先說一些我們主持遊玩的遊戲 先說一隻跟進的 其實之前在節目中我都說過一隻 Dawners就是PC版一隻直接說出的Mon Hunt類型的遊戲 你一看他就會說很Mon Hunt 這句說話是自然爆出來的 沒錯 而Dawners的遊戲其實是做了Cost Rater 但是上星期我收到Email 我終於可以玩了 做同仁了 不過時間關係其實我不是玩了很多 不過都試驗了一些Cost Rater裡面的不同的 features 大家如果有看Youtube版的話 我應該在白頭大王播一些影片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究竟這遊戲是怎樣 現在應該就 我猜你現在應該是在追著一隻鹿還是什麼 在斬 一會兒應該有隻大東西砍 沒錯 很搞笑 很殘忍 讓人殘忍這些小動物 對 藍哥真的 回到這遊戲 其實現階段 就只是開放了四種武器 而四種都是近身武器 包括劍 鎚 鎚 斧頭 還有這個鎚鎚刀 雙鎮刀 如果你說對比起現時的Mon Hunt 現在的Mon Hunt 每種武器都是很有特色 其實我覺得這四種武器 某些方面是很明顯看到它 是拿到Mon Hunt的元素裡面 差不多照抄 又不是照抄的 但它其實有用心去設計過裡面的東西 例如其實那些斬 其實是分開 因為它主要都是PC玩 它Mouse左掣是正常攻擊 右掣是一些重攻擊或者特別攻擊 而Q掣通常就是用體力 或者用武器的能量去發動一些特殊攻擊 好像現在在影片裡 或者我剛才給大家主持看那裡 就有一把比較平衡的劍 那把劍大概都是很平常的斬 而當你按Q掣的時候 你是要斬去存氣 而存了五格氣之後 就可以按Q掣去發動攻擊 那一下發動攻擊之外 其實那個攻擊是會令到你把劍的普通攻擊 都有他把劍的屬性攻擊 那其實這些都是幾樣武器路 都是很有特色 例如雙簾刀 雙簾刀是以快速為主的 就是低攻發速為主 而它會令到整個人的角色動作是變了 就是好像你平時拿劍的時候 它避開的時候就是滾 但是你用雙簾刀的時候 它避開的時候是閃的 即是順而閃的 而雙簾刀的特殊技能就是 可能是閃去近身到怪獸到 或者是閃出來 即是它其實是用combo來做什麼 但是大家如果看回Gameplay來說 可以這樣說 因為始終都是closed beta的階段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部電腦問題 遊戲是經常有疾的感覺 即是搓一下搓一下 那會不會知道 是啊 而且我覺得它設定本身 現在的判定方面 是有一點點怪的 可能真的受到網韓的影響 你其實 例如我用Tidal 我是很明顯知道距離和怪斬到哪裡 但是這隻可能真的要再習慣一下 我覺得它大部份現在的近身武器 斬的判定都是比較短的 可能它要你近身去打 即是如果用格鬥Game來講 是一個Hitboard和Hurtboard的問題 那這些可以收拾的 看它願不願意收拾 是啊 但是 是中closed beta的 不是很重要 但是很明顯它這隻 現在弄出來 很明顯很多東西都還未弄好 那些assess都還未放進去 為什麼這樣說 例如大家看到裡面的人物 那些對答的位置 你很明顯看到它那些assess都還未放進去 那些textbox很明顯是未收拾好的 因為我看到有些位置 好像在這個村子那裡弄東西 我看到那些button 正常 你是不會一個正方圈圈在中間 這些是小時候玩植木才會看到的東西 但是現在看到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都很噁心 但是現在感覺到又不可以說很噁心 因為應該真的還未弄 就是還未設定一顆 然後放一個texture 然後放到畫面上去 我覺得反而是獲得道具 還有保密的畫面才夠夠 真的一塊圓形的東西放在那裡 好像都不知道自己拿 好像你拿任何道具都是那塊東西 有些字有時候飛出來 好像你自己家製圖 好像我製錄、老檸、雜水圖 拉了一個png檔進去 那些畫面 有沒有感覺 好像你開了photoshop 按了文字工具 按完 然後塞一些字 不夠都還未弄 這效果就只是下了頻道 不要說photoshop 是小畫家 真的像 有感覺 但感覺到應該是還未弄 還未弄 但是如果你說它core的玩法 那當然還是真的很夢想 但是現在的武器 給你玩的都是四樣 在trailer看到它是會有遠程的武器 可能是槍或者其他類型的原程武器 那我也沒有時間去再深入 例如是多人協力 或者是打一些高級的怪物 或者是看其他人的影片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是有潛質的 但是它當然沒有可能去到Mon Hunt 或者God Eater 或者是其他同類型的 做得那個Heatbox和Heatbox做得那麼仔細 還有另一方面 很明顯它的畫質 是用一種風格來掩飾它的畫質是不同的 講求畫質的年代 都很多遊戲用這個方式來掩飾 很明顯這間可能真的不是大廠 但我覺得是常可接受的 常可接受的 也都它獨特的地方可能是它攻擊的模式 或者它的怪物方面的設計 我覺得是常算都可以的 但是打那個地圖是真的浮空到 其實真的沒有很大的地方讓你去探索 那隻怪是會走的 因為我自己試過打過一隻 單人去打一隻普通怪 因為太長了我沒有錄 我打了差不多20分鐘 它也真的會走 它也真的會去地圖其他不同的地方 地圖裡面也可以讓你去收集一些掘礦 或者是收集一些道具 但是那個地圖是真的浮空到 什麼都沒有其實是挺沉悶的 可以再留意一下這東西 但是在《魔腔世界》快要出的時間 希望它不要撞正這些時間去出 有點尷尬 有種感覺是 我預期的想玩一隻是斬大大隻的 那為什麼好像玩那隻可以開心一點 它有優勢的 因為它是PC 可能在PC 它真的optimize 所以那個程式出來真的去到61PS 那我寧願玩PC版 但是如果《魔腔世界》也有PC版 同時呢 那我當然去看看《魔腔世界》了 但現在還沒有什麼消息 還沒有什麼消息 因為它現在製作商 其實一開始的《Close Beta》 它都給了一段影片給你看 它會說其實現在《Close Beta》 一直都是收集意見 正在改正的程式 可能也會大改 也會更新 那是不是會去到《Open Beta》的時候 整個形勢又不同了呢 或者它武器又會大改 不知道 這個真的要先看《Open Beta》 至於現在《Close Beta》 我真的 很… 很初步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可以說不可以說是噁心 是索性是未整的 就像剛才Graphic那些東西 那可以再期待一下 那大家看看那些影片 你又可以 看看你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 跟我們講一下 我知道真的有些人是覺得 嘩 這東西那麼不美 不那麼不真 嘩 那些東西都抄了在《Mon Hunt》 我這樣說的 真的要看到時候出來的價錢 甚至是它會不會有其他的特色呢 那你玩《Mon Hunt》玩了這麼多代 你用那些武器都用得滿 可能不專門 口味都OK的 那麼 遲開放態度 是 那這遊戲差不多 大家再留意一下 始終還是《Close Beta》遊戲 是 那另一隻呢 就不是《Close Beta》了 真的出來了 真的出來了 而且我經常說 這遊戲真是味道 見街見盒見盒 怎麼進去那部機器都不要相信 那就是《GT Sport》了 我跟你說 如果不是逆哥買了 我就不相信 逆哥玩了 我也不相信 逆哥玩了 我才相信 那就是《GT Sport》了 其實在座的主持們 都是沒有買的 但是呢 他在推出之前的一個星期 他推出了一個所謂的壓力測試 一個《Beta》給大家玩 其實他跟全遊戲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你 只有一個星期玩 還有 有些車是你 就是你買車那裡 他會有限制 就是有很多車款 你都不讓你買的 那 基本上都一樣的了 那我玩完這個DEMO之後 我的留言就是 算夠了 但是你以前是《GT》系列的粉絲 我是由《GT1》開始玩 玩到《GT6》 對 對 那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為什麼你會由《GT》的粉絲 始終變成《Forza》的理中 你覺不覺的情況 像我們東映和東北那一隻 哈哈哈哈 不是 好像《鐵北》那些 哈哈哈哈 這位 出來了《GT》的朋友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的感想呢 其實呢 因為《GT》給了很多人的感覺 就是 其實他 除了有 就是 街上經常都有 那些 複製 即是你跟其他 玩耐打之外 的位 其中一個很大的項目 就是 他有那個《Career Mode》 就是你由你 手袋上什麼都沒有 又去考車牌 跟著又去自己玩些活動 慢慢在那裡玩上去 拿《Champion》那類的東西 雖然市面上也有其他遊戲 都有做的 但是他在《Career Mode》上面 所花的心機 那些時間 都比較上大的吸引力 以前的人會說笑話 你在裡面考一次牌 跟你學車考牌 都有點近 可能沒有了不是 那類的意思 那類的 而這隻《GT Sport》 就正式剩下了 是 整個 沒錯 變了有很多人 沒有看資料 就去買那些 就中伏了 其實他的盒子 他都已經寫了明 Online Only 是的 其實又不是純粹 是Online Only 而是 他 Single那一部分 他剪了很多 嗯 除了剪模式之外 他好像試車模式 即是Free Run的模式 也沒有 自己Free Run 自己煉車 自己一輛車到處 玩Time by Tag 沒有了 這個也很多人不滿 接下來 因為你玩賽車 真的很著緊 你要練那一輛賽道 是 車數目 他由GT6的1200幾架車 就剪到今代GTS的130幾架 10% 不是剪了很多的 剪了個位數字 剪了一個數字 剪了一個數字 剪了一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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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6那時候 不是價格車都有車內 對 車內視角也有些 有些是鹹造的 你感覺到價格差 他一剪了就是鹹造的 沒有黑的就是沒有鹹造的 但是 講一個數字 GT6那時候 有300幾架車 有車內視角 而這個 我給你 他全部都有 但都是130幾架 隨意 講多個數字 GT1 有130幾架 不是還要說 然後PSP那隻有800幾架 不要再說了 對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Gundam vs Cut機 已經是一個 好想仆街 一個侮辱 侮辱 這隻GT 真是當你們買的 是一個弱智 還有我那時候 我不知道 我講過一件事 它是剪了作品 但數目上又不是差那麼遠 但現在這個月 數目上 你一聽就覺得很大問題 剛才講過 Cut M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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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過數字 但如果你說Cut Mode 那些沒有利用的車 就算夠你數 它沒有什麼 香港人應該比較熟悉的 日本廠 日本廠那邊說起 它只有一架 GTL 一架GTL 還有一架Subaru 我忘記了幾年了 總之都是典型Cut Mode 那種 對 其他就沒有了 日本車三架 那類 比較出名的 就是這幾架 所以嚇得我 萬事得那邊有MX5 沒有RX7 Toyota只有86 不過是新的86 新的86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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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上受歡迎的車 很多都會Cut的 而我在Demo 因為它系統限制 我都沒得試 對 我那時候就在想 Demo Demo 就是它集中在歐洲廠 歐洲廠比較多 還有它大部分都是房車賽 房車賽 就是Benz Hody那些 那類 對 還有它是房車賽 就是黏著自己 不是街車 菜車拉花 對 菜車那類 那就變成了 跟以往的做法有些不同 就是它不是拿了一輛街 以前有一種感覺 好像我有的街車 拿街車去跑一下賽場 會是什麼感覺 有這個feel給你的 就是曾幾何時候 有些活動都真的 現實世界的活動 就是會讓你可以拿一輛街車 你自己的車去某一個跑圈 你以前GT做過那件事 但是現在 真的純粹Moto Sport 我感覺到它不知道Sport 我不知道 就是想說我也是玩Moto Sport 應該是這樣的想法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都不見有Formula E 那些 Formula那些 什麼都不好 Formula那些沒有就正常 我覺得 以前有 以前應該是一兩架 不止 它有Event 有Event 我當 還有Wari 還有Wari 這裡也有Wari 還有一兩架 我當男友 Formula你其他Game多就OK 但是Wari也沒有了 真的 真的很少 我當那些東西算了 就是車數那些東西當算了 玩下去會不會真的 當你們玩家弱智呢 對 以我的經驗來說 嗯 我覺得那個 怎麼說呢 PC的AI那方面 就跟之前GT6 其實就不是差太遠的 對 都維持到GT一貫的水平 就是跟以前的舊作都很近 可以嗎 近的 那我 對 我自己就覺得 對你來說就不行了 可能我現在經驗比較簡單了 對我來說 它已經成為了車神 不是 我不是 只是已經當時 不是 就是它給了我的感覺是怎樣 它所謂的那些難或者是容易 是車行直路 會不會走到幾快 那些 即是極速比快 全部都是一條直線 極速破 加速那些 十幾架車全部一字排開 這樣 這樣一路落那些 沒有分別 就 就是 我覺得以這個年代來講 你隨便收拾一隻 除了GT的Game之外 都不會這樣的 另外操控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比GT6好一點 但是玩下去 那一輛車 我覺得比GT6更飄 那就是它 好像近以前的那些 那輛車不覺得有重量 我應該這麼說 過彎又好 就是 那輛車很輕 這個 夠猜 應該是不可能的 Racing車正常是比街車更輕的 但是我現在 正常的 正常這樣說 這個真的是兜 我覺得不合理 這個項目 也沒有輕過這樣的 正常 我在其他遊戲 我不會有這個辦法 我只可以這麼說 不會輕過這樣的 畫面來算 其實是比以往GT好很多 那如果你是上個PS4 你都會贏 不會PS3 就真的燒去廠 好像 是 畫面上好了 另外 那些引擎聲 那時候經常被人吵 吵 吵了些什麼呢 最簡單 你 什麼 Vtech 那些什麼 你有了VV聲 什麼都沒有 以前 現在它有了 環境聲音 是比以前更好 這個值得讚 還有現在的遊戲 有課金 你當是GTA的鯊魚卡 那類的東西 它是加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你駕駛理數 好像你走 你走過多久 有獎勵 然後又有一些獎勵 讓你去買車 那這些概念 都算是挺有趣的 是 但是整體上來說 我就覺得 如果你全價錢收到別人 我覺得這遊戲是不值的 嗯 還有 以往買GT 有一件事 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 買它的初回版 或者什麼 它跟著一本書 裡面又教你 吹車 教你怎樣駕駛 那些東西 那集那本書 比以往那些薄 都算了 嗯 它裡面只有車的照片 那些照片 即是其實 那些街都沒有了 是相簿 是相簿 是相簿而已 是相簿而已 真的給你過客人 那我就不建議大家買了 哈哈 可不可以說 就算如果你是 即是你會玩Frosa 有人呢 就會說 可能它103架車 你可以用DLC補回 但是我心想 你不會補到千多架車 沒有可能的 我不預理這樣 那我當你補救200架車 你DLC買60架車 你買得你窮 不是 這樣說 之前我會跟別人說 就是這架 叫人不要買 因為這架 遊戲車真的太少 但是以GT的歷史來說 其實它增加的新車款 通常你都是不需要課金的 你能夠In-Game購買 用遊戲中的錢去買 那當然啦 就好像軒哥所說的理論 就是你能不能夠填回那條數 以理論來說 我們就覺得渺茫一點 但是以GT的歷史來說 都很少做到這麼厲害 要你另外再付錢 那當然啦 凡事都有第一步的 哈哈 總有厲害第一次 另外我想補充多一點 就是有人問過 為什麼會減掉新鮮模式 那原來Sano就在跟你說 我覺得大家已經不熱忠於一個 車手的生涯了 那要衝點什麼呢 可能只是找個車出來玩一下 開心一下而已 所以就取消了這件事 噢 那車數方面 那少量會回答他 那另外車數方面 剛才軒哥提及過 就是130多架 其實如果根據官方 是150架以上 根據香港某份報章 就說是155架 英文的維基就是177架 而我剛剛在軒哥說的時候 上去GT.com官網 人手數數了163架出來的 人手數了嗎 剛剛數了 夠了 夠時間人手數了 難怪剛才新數不見了 原來還在數 數了163架出來 希望我沒有吵過你數錯了 沒有 那你正負三架 正負三架 正負三架 你當我 這個是他的數 可能會慢慢更新 那到底會不會 爬得上千多架呢 就 那我想問一件事 那如果軒哥 你說你有一部PC 可以玩Froster 有些人可能有一部Xport 可以玩Froster 但如果純粹我有一部PS4 去玩遊戲 又說想玩賽車遊戲 那你又會不會 推薦人買這隻 還是有其他選擇呢 那如果你PS4上面的平台 GT我就不會建議的了 那如果你是買 要買賽車遊戲 你想玩一些比較 真實向少少少的 有一隻是 譬如說Project Car 有Project Car 2 都推出了 那還有一隻 意大利廠商推出的 就有一隻叫Astro Roadster 那些 我不能即讀 那一隻 那些人的評論 都是說他模擬真實那方面 是做得比GT更加好的 那這些大家可以選擇 那還有 如果說Project Car來講 他一代的話 還便宜 好像百多元 又找到 那些銷售那一百元 但是都是 OK的 我覺得OK的 OK的 其實都有不少的選擇 可以想想想 剛才我講的 有沒有可能DLC補完回去 你會有很多車你選擇呢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 我想我的節目 給一個取卡 如果真的好手癢 想玩錯車的 沒有人先玩著 玩到其他差不多 看你補到差不多 原來就行 那到時候再算 可能到時候便宜一點 不用叫貴貨 那有沒有什麼 再補充一下 那最後還有一個補充 就是它有個攝影模式 我覺得它的攝影模式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以前的攝影模式 純粹是一個 in-game的環境 即是它攝影了3D的環境 接著你攝影了3D的車 你自己在動來動去 好像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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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現在它這個GT Sport的攝影模式 它是用一張 應該是實景拍回來的照片 接著你 基於實景拍的照片 你是有個3D的車 在上面動來動去去拍 所以它當時做到的光影效果 是跟它原本拍出來的照片 是相配的 你不會覺得突厚的 所以拍出來的效果是漂亮的 問題是它的角度會設定得好死 譬如說 其中有些照片在旺角 它拍著金旺角的朝聯小巴 但是你站在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位置拍的 你就不能動了 即是你好像別人做 它不是充電鏡的 它是定死了 賽車場那些 定死了一個位置 就是另一個幾個位置 對 那就變成限制會大 但是它的景色真的挺好 它做景色和光暗的顏色 是做得很漂亮的 可能你抽了這部份出來 獨立賣一隻 就這樣叫GT Camera 可能大家叫氣會順一點 我不知道 我想它只能夠成為這個PS Plus 免費送給你玩的 拿著獨立賣出來 是 那這隻遊戲 那這隻遊戲 這麼多朝聯 怎麼會拿去爆炸它 即是很想一一炒 不是拿去爆炸它 沒有用的 你還以為還可以爆炸朝聯嗎 應該沒有的 沒有 那這隻遊戲真的差不多 那我們說一下下一個遊戲 那下一個要說的 都是新遊戲 都是已經出了 也都是我們做了幾位主持 有時候很有興趣想買的遊戲 是 但是我也會說一下 對我們聽眾 要做出一些警告 是 是哪一隻遊戲呢 就是這個 Soul Park The Fletcher But Whole 就是這個 南方四戰客 阮紅俠聯盟 是的 是的 對 你也說是臭小子樂園 對 丸紅俠聯盟 對 Fletcher But Whole 我不知道它真的說法 其實是丸還是碗 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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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了某些狼狼給我 我覺得真的有誠意 是有誠意的 你作為一個收拍粉絲 就算你不玩 你上網找一些遊戲或者故事片來看 你當一集收拍 帶電影去看也是非常好看的 因為裡面做的東西也是非常好 上一集Stick of Truth就玩Law of the Ring 今集The Fletcher Butthole 就是玩英雄聯盟 就是超級英雄電影 不是LL的英雄聯盟 是你講Super Hero那些 你講Just Eat 這樣就容易理解 這遊戲的起因是什麼呢 就沒什麼的 就是Eric和他的朋友 就想拍這個Super Hero電影就賺錢 然後就賣給Netflix 賣給Netflix 因為Netflix不夠也要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 大家爭辯不了 說為什麼你的東西可以先走 你這套東西為何要獨立電影 我就要Netflix 為什麼我是Face One 你是Face One 我是Face Two 那些東西 結果就搞到 反面就玩Super War了 是啊 還沒開始拍攝 已經是Super War了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而根據上一集的一貫傳統 就是你一群人就用一些很簡單的道具 在扮這個Super Hero 好像Eric就扮了一個好像那些Movereen 真的是碗紅磋 是啊 Kenny就變了一個Batman 就是沉了一把聲 然後叫底褲穿外面就白色 哈哈 然後Stan就 不知道Butter 不是Stan來的就變了蚊 是啊 遊戲系統由上一集 一個很傳統的指令式的回合制 變成今集是有一個戰棋奇本去做一個 即是機戰那款 機戰 又不是有機戰那款 但是它在地圖 就是入了戰鬥之後會移動 或者你招式會有影響 其實是進步了的 而另一方面看的review 都正面的 都是說這遊戲比起第一集是長的 也故事方面 承貫了一直以來收拍的剪 很噁心 還有一些get 就是有一個系列特色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很喜歡收拍 或者如果你真的很討厭收拍 這遊戲就真的不要玩了 你撐不住 你真的撐不住 它的get的程度是 在你創建遊戲的角色的時候 已經表達到給你看 哈哈哈哈 他不說什麼事 不說什麼事 總之是 不說什麼事 但是真的在一個 你整理自己的character 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就感覺到 嘩 真的 啊 你這群混蛋了 想起這群混蛋而已 那個位置就不說了 但是真的很好笑 是的 但是作為一隻Ubi Game 也有Ubi Game的特色 就是剛才有收拍的特色和傳統 這個有一份Ubi的特色和傳統 對 Season Pass 沒錯 Yes 已經公佈了會有DLC的故事 也有Season Pass 也公佈了會有不同的DLC 那引來一大堆不滿 MassSense 是的 另一方面 大家如果有玩開Ubi出的遊戲 它要你放多一個Uplay 是 而放Uplay 所以加上這遊戲剛出的 亦有個 軟件的依述非常多 就是撞遊戲 所以我看到 negative的comment 在Steam上 大多數都是因為系統 多數都是因為DLC 另外加多一件事 就是 它原本說會出的中文版 現在是不出了 走了 走了 那究竟遲下會不會補回數呢 不知道 連任天堂都肯幫你補薩爾達傳說的中文版 有的 老人雖然在我的角度是比Ubi 老人是老人 沒有Ubi是Ubi OK的 你是不是比Ubi低的 有機會的 一人未死也有希望 你玩過一人未死也希望 我博不到你 當然 但我不知道我有生之嫌是否看到 Ubi過來縮短我有生之嫌 你短命你不怪人 就是你這樣跟我說 跟Kingdom Arc 3有機會出一樣 有 我覺得有 記憶總說兩句 連沙漠也真的有機會有續集 你們害怕什麼 應該在不同的Multiverse 那裡可能會看到有 你還沒想到Walphie 有一個Uniper是有的 所以總結來說 我覺得這遊戲是值得玩的 但千萬不要在這個時間買 讓它減價 因為例如State of Truth 它可以減到當年四百多 可以減到港幣一百元都不用就能買到 所以我會勸如果大家真的沒玩過 等快要Steam sale 看看State of Truth有沒有減價 先買State of Truth玩了 State of Truth可以等下年 Steam sale 再看看它的DLC是怎樣的 因為有些聽眾朋友問我 會不會去Preorder這集 因為Preorder就送回上集 有衝動想過Preorder是PC版的 但到某個時刻 我剛才問到南光和軒哥 其實我騙不Preorder好 好像有State of Truth送 接著你倆的耳口和聲音跟我說 不要搞了 不要用這些東西來玩 Yubi 接著你還要找PS4版 你買初回不是一樣有那隻Game Song 就像這樣 整整一下 最後你又再調查 你們好像調查股票那樣 你調查Sim sale 調查Sign of Truth的那些 我問我多少錢 為何一見他有100元下面 你等到時你買完 可能都比你現在買一隻Preorder 結果我好像很道理 結果我放棄了這件事 接著聽過中文版走數的東西 又是Season Part 又是DFC 我想我真的 幸好這次沒有背叛南哥 有聽南哥說而已 真的不要Preorder 不要Preorder 先看Gameplay Review才好 沒錯 就算你去到這隻Game 真的好玩 都可以有周邊的東西弄到它壞 你不要低估遊戲廠商的威力 當然這些可以下次再說 但是奉勸大家都是 看Game就小心一點 真的 就好像我們下一單要講的新聞 Sorry 在講下一單新聞之前 做老領導有時都有即時的news 在2017年的10月21日 我們錄音當天晚上19時30分 就將一單新聞 就是GT Sport 因為它官方是10月19日上市 香港偷跑那些就不要理它 10月19日上市 經過了兩天之後 Amazon的售價已經下跌了26% 335個評價 變成172個是一升的 是不是按車的數目 按比例這樣倒下去 但是它 不用怕 是結構性喬正來的 抽菌多JPG 不是抽菌說完這個說話之後就下跌了 好像香港第二天已經看到那些二手trade 我出去買一隻WWE 2K18的時候已經插了第一隻 在網上地上某間遊戲店你看到的 好景它有 是 接到兩隻 是 我問他還有後面 這個breaking news 實在這麼多 但是剛才都說你在Gameplay review 把問題一點都要小心 那麼阿南感下單的新聞就 разгon 是 那你先看review 照片也要先看信錢 看信錢不能光 那都是騙你買的 我一直以來的個人感覺 對於IG e N E 這樣的遊戲評論網站 我覺得他 在那裡他報導遊戲評論手法 對大公文會報導 香港的新聞 是差不多倆 對我的來說 也是經常笑 他說他一些某一些廠商 都壓죽給他的 因為每年某些遊戲都是給9分或者8分 即是中金國人假設有一年人給7分或者6分 應該是那年沒有過數 是的 亦都不能不否認 IGN在評論或者遊戲界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機構 但是近來有一宗新聞令我都蠻擔心的 就是IGN宣佈直接收購了Humble Bundle 那Humble Bundle是一個什麼來的呢? 其實Humble Bundle是一個慈善的遊戲銷售網站 它一直以來由我記得好像2011年開始 Humble Bundle賣的都是說 它們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去買一些遊戲 例如它會有一個Bundle就是很多遊戲放在一起 然後它會有一個定價就是最低價 之後你是可以隨便打一個數目去付錢 而這個數目你可以自己調節幾多%給這個平台 幾多%給它們試的慈善機構 加上幾多%去到遊戲廠商 而它們這種做法是當時都吸引了不少的Gamer去買 包括我在內 因為例如它當年做一些慈善的買賣的時候 它的遊戲合起來其實是比Steam更便宜的 所以有一陣子大家都去這個平台買 前陣子這個平台也多了東西賣 例如除了遊戲之外它會賣程式 它會有一些電子書的Bundle 甚至一些Android程式的Bundle 一直Bundle以來 甚至它近年自己做一個Publisher 去發行一些遊戲 但是聽到這個Ign收購Humble Bundle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首先變一隻樹紅 你首先變一隻樹紅 是的 是的 不是的 不是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這樣收購等於 因為它是一個評論網站 而收購是一個發行遊戲的平台 你會覺得完全是利益重大 但是十分之大的 等於這個Steam突然收購Metacritic 甚至是我們經常去看Rotten Tomato 看電影review 你突然說第一天是Sony Pictures 是收購了這個網站 你會覺得有一天之後 Sony Pictures全部的電影都是 九分 九分 或者美心集團收購OpenWise 其他餐廳全部九分 全部好吃 是的 應該是新知吃收購了OpenWise 全部都Fullmark 當然 Ign和Humble Bundle已經發出聲明 就說他們以後 只不過是 Funding下去這個平台 不會有直接的干預 我又不相信你會在新聞稿 說明我會直接干預 我相信你 那它又真的沒有直接干預 你寫臭它不是不給錢 我真的 我真的 只是關分定市 今個月的票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會寫字 手滾滾滾 不懂得開票 銀行過數密碼 我忘記了 我一直以來對Ign最大的糾結 是在於他們那群 Reviewers 他們的文章 跟他們給的分 好像很無關 而且很沒有性格 我不知道是因為 一個大的公司 他們一直以來的方向 都是說這類遊戲 一定要這樣給分 就算你裡面寫的東西 是怎樣也好 你一定要給這個分 所以我一直以來 對給分這個制度 是不覺得那麼好的 但是 如果你這樣收購 你將來平台有賣的 那你是不是會放下去 說我們的平台會賣這遊戲 那會不會變成線稿呢 還有平台賣的遊戲 會不會因為Ign這個收購方 而令到他們某一些遊戲 不會在這個頻道發行呢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Ign的評論 他們對於這個主機的評論 永遠是多個PC的 他們也對某一類型的遊戲 會評論得更加多 那到時Humble Bundle這個頻道 會不會變成這樣呢 即PC的遊戲會賣得少了 或者會傾下去 會變成另一個線稿的平台呢 那我是相當之存疑的 我亦都覺得 即是 這樣去收購一個平台 會不會變成一種習慣呢 當然各大廠商 它有自己的銷售平台 EA有Origin 即是Ubit有Uplay 但是不會去到一個地步 是說我直接連評論網站都收購了 我會覺得這個是直接控制了 整個銷售的流程 怎樣說呢 即是你一時間想 這個例子有沒有舉得不好 你美心集團旗下 有很多不同食肆 但它旗下不會有一間Open Rise 我用剛才的例子 很難說 其實我覺得 我真心說Open Rise 你明白我的意思 對 但問題是你不會這樣 真的直熟下去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即是以前雷諾傳的電影 反貪部就在警署裡面 就是其中一間房間 就是反貪部 它就是負責收錢 對 反貪部 所以我都很令人擔心 而因為近來遊戲的評論的新聞 即是外國你無論都是看那幾個 而那幾個都不是信得過的 即是Polygon Ign Gamesport好一點 PC Gamer好一點 但是你都會有一種氣氛 就是你都不可以信得過這些人 我們真的活在收拍裡面 充滿著廣告的那個世界 是啊 我想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這次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今天的節目還沒完 我們還有一節 那第三節回來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電滿界可不可以稱之為 某些熱滿話題 或者是一些花生事 應該關乎什麼課金 抽禮事等等 我以為課金跟網台介事 我看錯的題目 也可能會有關的 你有沒有看回現在做的什麼節目 這麼多的雜誌都會講網台 一句都講完 你閉嘴 好的 好的 第二節完 稍後回來第三節 雜誓專題